又反转 李湘退租为打扫事件最新梳理来了吃瓜群众看这里 新闻中心 南海网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今天 你吃瓜了吗 近日 李湘退租为打扫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 李湘说房东编故事 房东又指责李湘撒谎 真真假假我们到底该姓谁 最新事件梳理来了吃瓜群众 请搬好你的小板凳网友 发布视频称某主持人租房直播后垃圾成衫为打扫近日 抖音平台上用户呃至晴天发布视频消息称 某主持人在三亚租赁民宿直播 退房后房间十分脏乱 在该视频中可以看到 房间内的沙发和地上都有许多拆封的纸盒 地面上塑料袋纸片等垃圾散落 厨房内也有大量的包装袋和水瓶等 锅盖扫把等物品掉在地上 桌面上还有吃剩下的外卖餐盒 看上去十分凌乱 此视频传出 迅速登上热搜榜单 引发公众热议 有网友评论称说是台风过境也不为过 网友们十分好奇 配文中所指的主持人家演员究竟是谁 从线索来看 有四大关键词 即主持人演员三亚直播 随着该视频在网络上的发酵 很快就有眼尖的网友从主持人李湘近期的直播中发现 其直播中的红色背景墙与该民宿中的背景相似 事件发生后 李湘陷入舆论争议中 李湘直播截图 点击查看更多视频李湘发声明回应租房争议 在离开民宿前 已经将房间打扫干净 2月23日中午 李湘在微博平台上发布声明回应该事件 表示自己的直播团队在该民宿租了7天 全额支付了费用 而且在离开时 也请了保洁人员进行打扫 房间折损这一块也做了合理的理赔 关于该房主发布的视频内容是在保洁人员打扫之前的样子 这篇声明中还提到了李湘使用房屋的过程 以及退房时的处理 列出了四条关键信息 第一 租用房子使用了7天时间 并且已全额支付了房租 第二 离开房子以前 表示请了三位阿姨打扫干净了 第三 造成房间有轻微破损 也已主动和房东协商一致了 第三 表示房东的视频是打扫之前的 李湘声明截图 简单来说 就是李湘方面已经付清房租 并把房间打扫干净 对于网传的李湘租房脏乱不堪 属于房东方面断章取义 把打扫前的画面传到了网上 属于不实 网传三亚租房直播离去后垃圾成山 李湘回应 离开前已打扫 网友议论纷纷 对李湘声明产生质疑 不过这份回应 但却不被外界信服 一方面是网友质疑李湘 既然在离开前打扫干净 那么房东怎么还会拍到房屋 脏乱差的这段视频 另一方面则是李湘发声明前一天 当时房东就曾发文称 联系他们工作人员协商后 请了阿姨把房间垃圾清理了 注意 是联系协商后 李湘方面才请阿姨把垃圾清理干净 李湘发声明前一天 当时房东发文截图 俩说辞不一 有网友认为 房客支付租金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使用房屋 应保持屋内整洁再退房 也有网友认为 租金已包括房租和清洁费 房客没有义务在退房前进行打扫 还有网友指出 清洁义务 应以所签订协议为准 网友评论截图 房东回应否认李湘方主动打扫 后退租2月23日 继李湘否认自己退房 为打扫并发布声明后 有媒体联系到房东 对方并不认可 李湘主张的打扫干净后退租的说法 称是在自己强烈要求下 成租方才做了简单清洁 并且影响了后续客人入住 据房东透露 李湘一方在退房时民宿内便已满目狼藉 房东认为李湘的声明太片面 他表示李湘最后只做了简单清洁 并表示 还是在我们强烈要求 且称会扣除清洁费的情况下 因此房间的大部分清洁工作 都是房东承担 而李湘也只承担了屋内墙面损失赔偿 卫生方面 他并未进行任何赔偿 点击查看视频三亚房东 指李湘直播后退租不打扫 三亚市旅游局 已介入调查2月24日 三亚市旅游局工作人员 表示已经注意到网络上的争议 该局已介入了解情况 上游新闻微信公众号截图 如今两方对此事都各有说法 目前李湘方还未对此反转做出回应 希望网友能保持理智的态度 也相信李湘方能对事件做出完美的解决方案 新海南客户端综合自新浪微博 上游新闻抖音等 责任编辑 桂木